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步我们先去下载Windows 11的镜像 我这里直接在Windows虚拟机里进行下载 因为这样最方便 打开UUPDump网站 点下载这个ARM64版本即可 可以看到最新版本是22000.51 选中一路点击下去 选择简体出门版 取消掉这两个不需要的版本 下拉看一下 点击下载这个脚本就可以了 这个脚本非常小只有几兆 把它拖放到桌面 然后解压缩出来 然后运行里面的Windows脚本就可以了 双击运行 再选择是 接下来就是耐心的等待 这个制作过程还是比较漫长的 1234533打老虎 这个镜像制作非常耗时间 大概要一个小时左右 好了 安装镜像制作完成 它的位置在刚才解压目录的根目录下 把这个镜像文件复制到桌面上 这个文件大小超过6GB 这个光盘必须通过Windows来制作 把这个光盘复制到V盘 接下来我们要使用光盘修改工具 删除里面的一个文件 打开光盘镜像编辑工具 再打开那个刚才制作的光盘镜像 然后删除屏幕上所示的那个文件 然后点删除 记得保存 关闭这个镜像文件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安装了 点这里进行光盘挂材 选择我们刚才修改过的光盘镜像 系统自动挂材上光盘了 打开里面的内容看一下 确认刚才的文件已经完全被删除了 现在我们就开始安装吧 整个过程非常顺利 网络环境OK的话 应该很快就会安装完成的 这边主要取决于网络速度 耐心等待一会儿 马上就会进入正式安装阶段 其实最费时间的是第一步安装镜像的制作 所以建议你们直接下载我制作的镜像就可以了 Windows 11的安装过程还是非常快的 大概只要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了 这边我把安装过程都快进了 最后Windows 11安装完毕 等待虚拟机的驱动安装成功后就可以了 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简洁的桌面 哎 跳了一下 底部任务蓝色的图标一个一个跳出来了 最后确认一下Windows的版本 果然是51这个版本 还是不太放心 命令行看一下版本号 果然版本号是对的 好了 到这里Windows 11就安装完成了 你学会了吗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